大家在年節之前 一定都會除臼呼吸 忙著大掃除 除了我們的家中要打掃乾淨之外 也希望家中要不好的煞氣都能夠化解 進化我們家中的磁場提升家運 大家好 家瑜又要來分享小撇步給大家了 我真的是覺得我這是生活智慧王怎麼辦 在2024年在我們的居家佈置上面 大家在年節之前 一定都會除臼呼吸 忙著大掃除 在佈置家裡面這些過年的氛圍跟氣氛 準備以最好的面貌來迎接嶄新的一年 除了我們的家中要打掃乾淨之外 也希望家中如果有不好的煞氣都能夠化解 進化我們家中的磁場提升家運 這個提升家運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們住在裡面 可以讓我們頭腦清楚 身體健康 所以身為命理師的我 也深深地體會到了 這個環境的能量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的影響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化煞這件事情 化煞就好像給我們的環境做一個能量的大掃除 我們運用這樣的巧妙的風水技巧 可以讓我們的空間能夠轉化負能量 使正能量更多更流暢在我們的居家空間裡面 這不僅僅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的愉悅輕鬆 還能提高我們的事業運勢跟人際關係 所以在這部影片裡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化煞安人水的使用方式 如何在我們家中創造一個充滿正能量的環境 而且要簡單又實惠的風水布局 所以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化煞安人水 那這個化煞安人水這個名字聽起來有沒有有點奇怪 什麼叫做化煞安人水呢 好這個我們在每年天地之間都會有不同的煞氣的產生 那這個煞氣就會影響的地方也會不同 有的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有的會影響到我們的財運 那有的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或者是夫妻感情等等的 好幸好我們有了過去高人的智慧 為我們歸納出了每年這個煞氣重的方位位置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以最簡單的方式來去破解我們家中的煞氣 而能夠化解這個煞氣的東西就叫做安人水 所以這個安人水可以放在我們每年不同的煞氣的方位 可以幫助我們稍微擋擋煞清除環境中的負能量 提升正能量跟清靜感 那將它呢用在這個居家啦 辦公場所啦 有進化空間可以帶來我們的寧靜舒適感 還有提升正能量的作用 讓我們的居家空間呢住起來舒服清爽 所以這不僅僅是一個風水上面的小技巧 更是一個生活智慧喔 好我們一起來營造清新空間的方式 那現在呢我就來介紹這個如何製作化沙安人水 好那我們呢準備的材料有龍鷹六個 如果說你沒有龍鷹的話呢 那你可以用六個石元硬幣也可以喔 好再來呢就是我們一般的粗鹽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金鹽都可以 好以及呢再準備一個器皿 那這個器皿啊不能是紙碗的喔 因為紙碗類的那個水呢會耐不住的 那個碗會耐不住水的 然後要記得我們的這個器皿的口要是大的 大的開口 好那再來我們準備水 來以上這些材料你們是不是覺得很簡單 居家都有的這些東西 好那接著呢我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來做這個化沙安人水 好我們把這個鹽巴呢放在碗裡面 那要放八分滿 好放好之後呢我們把它鋪平 鋪平之後呢我們把水加進去 接著呢把龍鷹放進去 那你呢如果沒有龍鷹的話呢 那就放這個石元硬幣也可以 好我們可以二折一自己做選擇 那你就看有哪一個就用哪一個 好那我們有六個龍鷹 那我們就先放中間 先放一個 另外五個呢就沿著它的旁邊來擺放 好那這樣是不是就完成我們的化沙安人水了 有沒有很簡單 好接下來呢我要來進行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囉 就是要找方位 好那我們每年呢會有五黃煞的方位會不一樣 那2024賈成年的五黃煞的方位呢是在正西方 那正西方在哪裡呢 科技始終還是來自於人性 所以呢我們要在手機裡面呢 用這個方位螺盤的APP呢 好來下載之後呢在我們居家的空間的正中心點呢 找出正西方的方位 好那如果正西方的方位是廁所或者是廚房的話呢 那沒關係我們就稍微在偏一點點的位置上面也可以喔 好那老師我要如何知道這個化沙安人水有沒有起作用呢 什麼時候開始幫助到我們呢 好我們呢就把它放在我們今年的五黃煞的正西方的位置之後 過一段時間呢如果這個位置上面有煞氣的話呢 那它呢就會慢慢產生這個結晶鹽 那結晶鹽呢也會跑到我們的碗的外面喔很神奇的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只要適時呢 把它的這個這個跑出來的這個結晶鹽呢 做一些清理 然後呢加上鹽巴跟水 那鹽巴呢要維持在這個八分滿 那水呢要維持在九分滿 好那有同學呢就會詢問老師說 老師我生性比較節儉的話 那如果它長出來的這個鹽呢 我可以再把它撥回去重複使用嗎 好啦我建議你呢換新的好不好 跑出來的結晶鹽呢 我們就不要再重複使用囉 好那聽完我講解之後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簡單 是不是我們在居家都有常備的這些東西 所以很簡單就可以幫我們改變我們 居家的一個小風水的小撇步 好以上這支影片呢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要記得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才不會露接小撇步好不好 下次見囉拜拜 拜拜